第十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 星期五上午九點 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第三次全體會議 今日的全體會議有2952人出席 會議進行一系列的選舉投票 國家主席習近平以2952票贊成 全票連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 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 忠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維護憲法權威 履行法定職責 忠於祖國 忠於人民 客盡職守 連結奉公 接受人民監督 為建設 富強 民主 文明 和諧 美麗的 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努力奮鬥 宣誓人 習近平 韓正就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 趙樂際就當選為第十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 而劉琦就當選為第十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秘書長 地域 地域 ウィ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